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里说 解脱 南战部的一切有情财物 还不如轻回 随医菩萨 罪过严重 比他的罪过严重得多 佛门里面很多人经常一不小心就找了下敌 所以说要小心 大家在佛门当中 跟那些造业的人甚至不要跟他们有交往 跟他们交往都会被他们染污的 你跟他们通话都会被他们这个罪悦所染污 虽然你可能不一定完全相信他说什么 但是你想听 听完了以后 你难道一点分别念都不清 被他染污了 就自己倒霉 没办法 就像白衬衣一样的 被他染污了 你洗都洗不掉 你穿得白白的 你跟一个非常非常张悉的人拥抱一下 你的衣服也都会染污了 你想洗得掉吗 虽然你也没有想被他染污了 这个信念的传递也是一样的 为什么说是非不能传呢 传了以后他打妄语 诽谤的话 听到你耳朵里 你不信也会信一点的 你虽然不全信 但是疑心重的人都会信一点 就会影响你的性根 他造的是无量无边的罪业 你也跟他沾一点 那罪业也都很重了 把你的善根都毁掉很多很多 你自己都不知道 明显的就可以从你身上看得出来 师父看得很清楚的 你只要跟这样的人 哪怕通一次电话 交流一次 虽然你对师父的信心还不够 肯定被他污染 一定会被他污染的 就像沾了一堆臭狗屎一样 你不可能不沾到的 他身上都是臭狗屎 你跟他拥抱一下 你能不能沾到臭气 是不可能的 肯定的事都沾到你身上了 你自己都不知道 你自己还闻不到 跟这样的人来往都不能来往 不能来交流 除非你自己的菩提心坚固了 信心坚固了 为了教育他 那可以 纯粹就是为了教化他 否则的话 你自己信心空信会 菩提心都不具足的人 你跟这些人来往 你不可能不被他们玷污的 你好好的一个人 跟那个医生出狗屎的人 拥抱一下 你不可能不沾到臭气 你不可能不沾到臭气 对没有什么人也会没回来 都是个看到 Active 是那么小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